哈喽 大家好 我是冬月 日复一日淘机 现在咱们来到了全国最大的手机批发市场 最近听说市场上5000多的14pro max非常的火 竟然比这个13pro max还要便宜很多 到底是什么情况 等会咱们来一探究竟 现在咱们来到这个档口 先拿几台这个iphone13256g的 这几台机器的话都是国行再保一两百天 而且电池效率比较高的 城市的话也是基本上没有瑕疵 像这种机器的话 现在也是相比比较高 4000多的价位是比较合适的 因为它跟这个14区别也不大 是吧 外观基本上都一样 但是这个14的话 它是要比13贵1000多的 这几台机器的话就是4500一台 咱们把它拿下 咱们现在拿机器的这个档口 它主要是做国行的机器 拿了它几台这个国行的机器 它给咱们弄了一点这个好货 就是这个外版的13pro max 256g 512g 基本上它这边给我拿出来了三四十台 咱们从当中挑出来的几台这个电池效率比较高的 还有橙色比较好的 那些橙色差的 它就收了回去 因为这种机器的话状态还是 是比较好的 即使拿货价格高一点 咱们用着也舒服 目前这种美版无所单卡的机器 像这个256g 512g 行情都是在6000到6500之间 可以说从去年到现在已经几个月了 没有明显的下降 导致现在市场上这款机器也是比较多 像往年的话 早都已经下调了 大几百了 目前6000多的价位还是让很多想要选择的人有些有欲 现在这个13pm的话算是滞销了 反而更多人去选择这个打孔的14pm了 这个全新的14pm 256g的 连6000都不到 比这个二手的13pm还要便宜 现在咱们就在市场拿了一台这个14pm 256g的有所机 目前市场拿的话 加上这个开卡槽的费用是150 合计拿到手的话就是5900左右 看这个颜色 而且是全新机 国行的话大家应该也都知道 全新机是9000多 就连去远欧拿的话也是要8800 但是这个有所机的话 我一直是不推荐不懂的人去选择的 而且很多不懂的人问我 我都会跟他说这个信号不好 现在比较好的一点是这个 如果你是电信的用户 选择这个有所机还是比较合适的 搭配这个qp卡贴现在来解锁的话 是能够实现这个完美5G的 而且的话是不跳激活跟无所事一样稳定 但是移动连通的话 可能就不太稳定了 大家的话可以来做一个对比 慎重来选择 我只是给大家提供这个行情供大家参考 最后咱们去这个做ipad的档口 挑一台这个ipadpro22款的 现在的话 我手上拿着几台的话是ipadpro2022款12.9寸 这个512g256g 别看就这么几台台价值都小一万了 比这个手机贵多了 咱们挑了一台这个22款的256g插卡版 机器的话是属于每一版的一个准新机的状态 现在市场拿的话是在8000左右 咱们给一个朋友挑一台 像这个ipad的话 基本上各个版本都是没有啥区别的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更多话将被淘鸡视频的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